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12礼拜一 今天跟大家聊聊 就是关于比特币的事 这张图是首先看一张图啊 这个是比特币的一个价格走势图 就是说这个是原来就13年的这个价格 就是100多块 14年的时候就上涨了一波 最高到了1000多 然后是正到慢慢400500 然后一直到17年 17年的时候又涨了一波 17年是暴涨 17年的时候突破了1月开始 17年1月开始突破了1000块 就是前面的高点 然后暴涨一波 到12月份是价格是1万9 其实最高到了2万左右 然后是一步下跌 到现在是3800 这个价格呢 就是说这里有几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一个是就是价格启动的一个时间点 是14年14年1月左右 是吧 前后就就这么一个时间点 还有一个是17年17年年初1月左右 然后是17年的年底 是吧 这个是价格的走势 再看一张图 是关于这个成交量的 这张图是全世界各大交易所 就是说比特币交易所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统计 这个是11年12年13年14年开始了 它这个是这样的颜色区分就是说各个交易所 就是全世界各大交易所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比例呢 就是红色的这个比例大一点 橙色的就是也是比例大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然后是红色代表OK币的交易所 橙色是火币 蓝色是比特China 这三大交易所都是中国的 我们先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时间点看一下啊 就是14年年初 这个其实之前都是世界其他国家在玩的 中国人没有在玩 然后14年1月开始OK币和火币开始了 之前没有的成交来很少的 这个是他们的初期到21月 然后是慢慢慢慢到14年15年 15年10月的时候OK币跟火币交易量马上上升了 上涨很快 在全世界90%以上 然后是到17年 16年 一年后 一年后 这个交易量啊 另外一个交易所 BT China 也是马上这个成交量已暴涨 中国的三大交易所 占了全世界的百分之 这看一看至少百分之九十八 是吧 没有百分之九十八也百分之九十五呢 这个交易量 然后是到一月份的时候 两月份 两月份开始是这样的 中国央行呢 把这个比特币禁止在中国大陆境内进行交易 就是说人民币结算也很难结算了 禁止交易了 就是发文件了 正式就是禁掉了 再看一下这个价格潮 跟前面那个对一下啊 比对一下 中国禁掉是 17年 一月份 两月份开始 这个 应该是这里吧 就这里啊 大概就一千 就一千块左右 这里 两月份是一千块 一零二五点四七呢 暴涨暴涨 就一直暴涨 到年底 是吧 年底 就这么一个暴涨过程 暴涨过程 嗯 这个爆炸顶点有个 比较诡异的一个事件发生 就是 智商所推出了比特币期货 这个是智商所官网的啊 响应视察 对受监管数字制裁交易所的需求 于2017年12月18日 推出了基于智商所CF比特币 参加汇率的比特币期货 它之后的一个价格走势啊 看一下 这个是文化期货的一个 比特币期货的一个价格走势 这是月线图呢 也是两万左右开始 好了 每个月都下跌的 到现在 就三千 三千多块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再看看比特币的一个节点机 世界的一个节点机的一个分布呢 这个世界分布图呢 美国占了两千多个 占了24% 25%左右 德国 法国 河南 加拿大 中国 中国 没进之前 它也不可能是超过美国的这个节点机 最多是在 在第二位 在2017年的时候 所以中国这个成交量啊 包括P2P 比特币 等 这种东西 到了中国就是 成了一个骗局嘛 是吧 这么大的成交量 在呢 世界90%以上呢 真是 比较恐怖呢 所以 这个炒作啊 各人认为是 中国的一个炒家 跟 美国的资本家 联手炒作的一个结果 中国 炒家 在14年 14年开始 卸货 然后炒 炒炒炒 15年16年 是吧 暴涨找接盘下嘛 是吧 但是 当时央行也比较明智 就说成 马上禁止了 这个 这个东西 那然后 就接盘下 没了嘛 那然后就找国际上 找接盘下 然后就是推出一个 期货呢 期货炒高之后 这个时间点都是 那些资本家都是 了路指账的 提前指账的 然后 就找接盘下 找国际接盘下 就是说 之后就是接盘下 价格一路下跌了 是吧 那你说到现在 就是这里就是出货期呢 出货期 这个理论上的一个 一个炒作的一个理论呢 根据炒作理论 这里吸货 左右 就1000块以下 1000块左右 都是 这个资本家们的一些吸货期呢 然后是拉高 这个时间点 他们都是掌握的 然后拉高 出货 到现在 3800左右 3700左右 但是他们还是有三倍的盈利 从理论上还有三倍的盈利 这1000块左右 就这么回事嘛 所以 这个 这么大的成交量 真是恐怖了 只有中国人玩得出来的 所以开放互联网 中国一定要开放互联网 很多 包括管P2B 比特币 现金取代 其实他 访问国外互联网没有这个习惯 是吧 是吧 这个打开互联网 这个 这个 一定要打开 打开这个缺口 否则 那些 就是说 利用 那些吵架 利用信息不对称 进草座 另外一个是P2P 也是类似的 在国外 都是玩得好好的 到了国内 就成了一个骗局 是吧 通过信息不对称 包装 就是说 忽悠 国内的一个民众 就是 好 嗯 这个是智商所的一个 价格 价格走势呢 比特币价格3000几 左右 这么少的节点机 然后制造了 在中国大陆这么少的节点机 制造了90%的一个成交量 90以上 至少98 左右的一个成交量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是吧 好 最后谢谢大家